各位老师,请问基督徒大学一年级女孩 跟一个高中和现在的男同学相处得非常好 男孩子各方面都不错 但是不是基督徒,也不相信神 现在男孩子提出能否跟女孩dating 女孩觉得如果她是基督徒就会同意 但是因为她不信神 所以有点拿不定主意 请教各位老师的意见 我的意见是这样子的 就是做好朋友是非常好 我觉得说dating 因为基本上大一很年轻 然后高中的也是很年轻 都不方便嘛,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说做好朋友是非常好 互相认识 然后跟他们讲说你们将来都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你们的个性都会变 你的价值观都会变 你可以给他举几个例子 给他举几个例子 你现在觉得对的将来可能觉得不对 现在觉得不对的将来可能对 所以呢都要一个成熟的过程 如果你们真的两个都很喜欢 就等都没有问题 对不对 这叫delay gratification delay gratification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就等到这个将来大学了 三年级四年级再开始dating 还觉得很喜欢就可以了 现在交朋友我觉得是非常好 good friendship pure friendship 我觉得是非常好 他们的英文叫什么 Protonics 对 就非常就单纯的一个情感 我觉得是很好 我就从我们最近的这个 我在思考的 这个父母亲要有智慧 你要这个事先要教 然后也要讲清楚哪一些是这个界限 除了界限之外 那你要挑选你的那个 这个是哪一个 那你的孩子如果知道 这个是信仰是最重要 那我们就 我们也相信 这个是我说 我们会为你祷告 继续 我觉得他们都已经是在寻求神 要不要做 我觉得呢 好像都是愿意寻求神 估计这个家长跟女儿关系也好的话 然后估计如果这个父母也是基督徒 能够看到说 我们的信仰在我们的婚姻里面 在这个家庭是何等重要的话 应该就很明显 也很清楚 应该也明白 就是说不是我们去唠叨 去讯化 去不批准 而是可以讨论 如果会这样做的话 以后都有关系的怎么样 所以我尊重这个母亲问的问题 我自己的直接的回应 就是说 我会认为不建议 他们会做这样一个决定 因为这个是太多的高危险 高风险的去投资在一个关系里面 好像是做一个传扶因的一个关系 我以前有讲过 有dating跟courtship是不一样的 dating就是彼此认识 看看情况怎么样 courtship是你要问 先这个关系以前说 这个人我以后要跟他组织一个家庭的 这个才是courtship 所以他才大一刚好心里也说了 不急就祷告寻求神 而且回到哥伦多后书律律章说的 光与暗不能够同在 而且性与不性不能够平平 可是要注意讲的时候不是讯化 不是去论断 不是去批评 而是讨论 为这个祷告 而且孩子应该也知道 希望在这个家庭里面 看到新娘的重要性 我认识的两个牧师 都是我很熟的 他们在交友的时候 都是现在的师母是信的 他们是当初在交友的时候 是不信的 两个牧师 一个是我案例的 然后我还记得她当初 这一位姐妹她做这个决定的时候 我们也讲过 然后也跟她讲的也劝过她 另外一个我没有机会去劝她 因为她是我爸爸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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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她到前面 有两个人 要不要